2001 18届NBA选秀大会 球爹寄予厚望的儿球 二儿子没有被选中 这让球爹都很不服气 表示了球拥有打抱撞爱顿的能力 于是球爹似乎想要证明二球确实天赋非凡 倒不出一个JBA连赛 要把NCAA连赛同时承诺参加JBA连赛的球员 都会有一份3000美金的底薪 球爹慷慨解囊发展篮球事业 确实是一个好事情 可是JBA连赛能否取的NCAA 想都不要想了 这个连赛已经成为球爹两个儿子的双数据天堂 动不动就是50加 30加三双等等 好像球爹手中的两个球真实天赋爆表 JBA连赛迎来首个赛季的落幕 二球 三球率领的洛杉矶 MOS ANGELES BOSS 对取得决赛胜利 毫无疑问 二球当选决赛FMVP 拿下个人篮球生涯首作奖杯 二球全场盯战40分钟时间 疯狂53次出手 命中24个投篮 其中三分16中7 宝球5中3 爆卡58分11篮板6助攻 二抢断的数据 拿下FMVP奖杯的同时 赢得一辆坎迪拉克ATS轿车 二球作为洛选秀爆卡58分率队夺冠 FMVP含金量有多高 不管怎么样 至少拿到一辆真正的轿车 不是波波为奇的手中豪车 二球的FMVP算是满有含金量了 只是对于篮球运动员的真正价值 二球仍然无法参加NBA 跟剑断裂归来的科技 即便是38岁高龄 最后一战拿下60分 都仅是出手50次 二球疯狂的53次出手 要是放在NBA舞台 估计整支球队都要绝望 二球却是如此疯狂的出手刷数据 又无法保障精准的命中率 根本没有可能得到 盯战NBA的机会 另外 最为可惜的是三球 曾经全美拍在第七名的 天才全美空位第一名 就这样余落了 三球征战40分钟时间 总计是23投失重 其中三杯球其中二防球 14中12 拿下34分15篮板球助攻 二盖帽的数据 同时出现11次失误 三球距离空位的效率水准 越来越远 如果三球选择 NBA选秀大会 毫无疑问是一个乐选会 现在球爹就是凭借着 球哥在呼人的影响力 不断去剥去演球 不然球爹倒过的这支 JBA联赛 真不会传播到中国来 二球的FNVP奖杯 不会得到征战NBA机会 三球的远落表现 注定是落选球 球爹不可能继续造势成功 球哥要是今宿和同结束 真心不知道 有没有球队 愿意接下这一个麻烦 即便是胡人 都有可能扛不住球哥 这个麻烦 因为球爹毫无底线的博眼球 惹到扎黄了 不久前 球爹在参加一个电台节目 谈及胡人是谁的球队 球爹嘲讽詹姆斯是一个跑来跑去的流浪汉 胡人最好的球员是球哥 所以胡人是球哥的球队 已是鲍尔家族的球队 球爹的论断确实很厉害 詹姆斯再来到胡人前 我们就在这里 球爹的各种用词 验赞把胡人当作鲍尔家族BBB品牌的摇钱树 詹姆斯没有回应球爹是一贯作风 詹姆斯还有一个作风是无声的表态 胡人首次合约时候 詹姆斯身边仅有英格拉姆 库兹马 却不见球哥 可见詹姆斯已经做出表态 现在完全就是在看魔术师的底线 到底能够忍耐到球爹 球哥到什么时候 没有人愿意看见一个现象 球哥持球进攻时候 詹姆斯站在后面插腰观看 魔术师同样不希望如此吧 唯一的办法仅有送走球哥 彻底摆脱球爹这一家的麻烦 我们下几百分之一攀 我们下几百分之一 我们下几百分之一 你的粉丝 咱削